我是高浩貞 你可以叫我阿貞 我介紹我自己通常都會是 我是一個全職的爸爸 兼職的藝人 因為小朋友小時候很需要 爸爸媽媽陪著他 我太太他是醫生 所以他都比較好全職的一至六都要上班 平時就變成我是藝人可以彈性一點 我喜歡真的不上班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我花多點時間 陪小朋友和他們洗澡 吃飯 上學 放學 比雷女學跳舞主要原因是 我自己很喜歡跳舞 但是我就在大學的時間才開始學 去到那時候我就知道 有很多基本功和身體的狀況 已經不可能跳得更加好 知道自己的限制 所以我就很想我女兒和兒子 小時候就可以開始接觸 到他們真的愛上的時候 他們發現他可以去得更高 可以跳得更好 跳舞一定可以讓他的身體會健康一些 還有可以讓他去發揮他的精力 所謂放電給他 還有他可以去認識他自己的身體多一些 亦都可以服從多一些 因為你學跳舞的時候 你都要學很多技巧 需要花時間和專心 這些對專注力和他的身體的機能 各方面都一定是非常有益處 而且跳舞基本上你都一定要用音樂 所以對他的拍子感 對他培養喜歡音樂藝術 各方面都直接有很大的影響 培育小朋友我覺得最重要 第一就是你要提供一個 很充滿愛的環境給他 所以我和太太的關係 我們經常都覺得是第一的 有很多時候 很多家長可能很緊張小朋友 所以父母往往都放下了自己所有的行程 將小朋友擺放在第一位 我和太太就覺得 其實我們雙方的關係是第一 讓小朋友融入我們的關係入面 總比小朋友從小到大 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所有人要圍著他轉 我覺得這樣就不是太健康 反而當我和太太很相愛 和讓她知道父母永遠都會在一起 她就會有很大的安全感 而且她很懂得融入其他圈子和社會 這是第一點 另外我會覺得 我自己小時候都是 比較多上一代教導我們的方式 是用罵或者去嚇你 譬如你不聽話我就不要你了 這些是比較負面的 會令到小朋友產生一種恐懼 而且他不會因為他自己覺得那件事對 而去做 他會因為怕被人罵而去做 那麼那個動力就會比較負面一點 所以我們盡量讓小朋友知道 就算我們會有時罵或懲罰 我們都是充滿著愛意 但反而當他做得好 或者是他選擇得對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他很多鼓勵 會告訴他你這樣做非常好 然後爸爸媽媽是非常開心來這樣做 當然有適當的獎勵給他 這些都是我覺得 是很重要的對做小朋友的成長 另外就多點去讚賞他的 一些他的努力的地方 不是說讚賞他 就這樣說他漂亮 或者很聰明 因為漂亮和聰明他控制不了 反而是你說他很努力 他就可能會選擇去做一些努力的事情 譬如有些比較難的事情 他都會去嘗試做 因為他不是想人稱讚他聰明 他想人稱讚他努力 他覺得努力是對的 這些都是我想 我們香港的小朋友很需要的鼓勵 鼓勵其他家長 我就沒有什麼資格 因為我還是做了兩三年 但是我覺得我做了家長之後 我學習得很謙卑 因為不是那些小朋友的話 我不會學會做父母 所以他出生那天 我才開始做爸爸 那我就要很謙卑 在他們的互動裡面 學習我怎樣做一個成熟的人 怎樣去學做一個負責任的爸爸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 我生了小朋友 我才開始明白的事情 那不是我很聰明 我教我兒子或者我女兒很多東西 而是 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很多空間可以成長 和學習 那帶著這個心態的話 我想 即都 即連爸爸媽媽都慢慢會進步 我來講